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是徐子山的秘书 那些国家大事你弄不到我 行了 别他妈装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田主任的人吗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就姓田的那点把戏 我能看不出来吗 讲真的 那田总人可对你不薄啊 闭嘴 姓田的福祉我 那是因为他怕徐泽川一人做大 我在他眼里 不过是一个棋子罢了 老人没时间陪你在这儿废话 说 你放弃我动的是什么 杜秘书 失踪了 是 能找到地方都找了 可就是找不到人 难道 内鬼会是杜秘书 不不不 杜秘书不可能是内鬼 肯定是你搞错了 他绝对不会是他 可是 太奇怪了 杜秘书绝对不可能是内鬼 因为他是我的人 什么 不不 你 你不要误会 我对你是绝对放心的 只不过现在是内忧外患 我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啊 没事 为之理解 理解 杜秘书无缘无故的失踪 我觉得 是不是这里 有问题 你觉得 杜秘书失踪跟内鬼有关系 不错 如果他落到内鬼手里 恐怕凶多吉少 好 裂缝计划 他知道的也很多呀 是万一 他要是把计划 告诉了内鬼 那我们麻烦就大了 那你还不赶紧白人去找啊 为之一定解体不是尽力 是必须 就算把重庆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杜秘书给我找出来 是 杜秘书 你敢 就这个时候了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敢 你敢 我说我说我说 我说 天主任怎么说 内鬼不是杜秘书 而是天主任安插在我身边的人 先不说这些了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找到杜秘书的下落 我是担心他一旦诺入内鬼手里 他会把裂缝金花河盘堵住 可是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呢 是田主任告诉他的 别瞎猜了 把人都给我撒出去 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内奸挖出来 其实 我也就知道 其中一小部分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知道 就是想听听 你怎么说 箱子里是 送往第五军区的军费 是 是 是 什么一超 是什么一超 箭骨头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 不是你该问的 接着说 那些伪超是干什么用的 朱总 朱总 出事了 怎么了 上午前往后说 江城达给国防部送情报资料 结果大家都没有在意 谁知道 刚刚国防部打电话来 追问 这情报为什么迟迟不给送 我派人一查才知道 江城达他根本就没有去过国防部 江城达 快 马上带人去他家给我搜 我 想不到你知道的还真多 那个姓田的还真是信任你 郑厂长 该说的不该说的 我都说了 你就放过我吧 那个姓田的还跟你说什么了 那个 真的没了 我知道的 你就怎么多了 那箱子里装的假币 都是什么面值的 总共数量有多少 这 这我就不知道了 具体的我也没看见 不说真话 我说的事实上话 都知道 我都坦白到这个份上了 我 我还有必要再装吗 我 江城达你这个叛徒 跟他 Selval 枪本 清派还是新的 江城达应该还在重庆 马上传令 封死所有出城路径 痴辱 这是我军统的耻辱 堂堂军统的头子 竟然早就固住了忘围 又不是那些共产党人出手相助 鲜切就让他们的鹰鹉多城 差一来就功亏一归 诸人息动 诸人息动 是备之无能 徐子川 亏你还要是在 来一射的时候就跟着我 家鬼都忘了吗 卑职不敢 不敢 卑职已经下了诛杀令 定要诛杀江城的 我告诉你 除不老他 你这个处长就别干了 出路去 这儿就是 谢天谢地总算到了上海 这一路上 就是准备这段路走得最踏实了 多亏人家梦团长了 兄弟 你以前来过这大上海吗 我以前来过 是吗 什么时候 做梦的时候 我跟你说正经 我是没来过你问我 我常听人家说呀 这大上海怎么好那么好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那好 想知道大上海有多好吗 想啊 想啊 行 办完了事 我带你们两个去大上海逛 一下大兄弟家 此话当真 那当然 我告诉你啊 一言未定 一言未定 我赶紧告诉小婉姑娘去 好好好 马队长 这都到上海了 我看你怎么不高兴呢 想什么呢 我在想 军统的内鬼 到底找到没有 我不是说过吗 这个内鬼 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问句不该问的 如果这个内鬼 是你认识的同事 你会怎么办呢 军统给我的任务 是完成裂缝行动 任何阻拦的人 我都必须删除你 我都必须删除你 怎么还不来信呢 会不会是苏湛文那边又出岔子了 你应该怎么办 你也帮我去 我自己也不想过 你不想了解 你不想了解 你应该是请了 我自己走 那是 我自己走 你不想了解 江城大的党宇查得怎么样 正在身上阶段 务必仔细 一个找牙都不能放过 绝对不能给江城大 留下半能点的机会 是 给裂缝行动小组发电报 江城大叛逃 目标上海 务必小心 是 怎么样 每位找到了吗 是江城大 是他 是他 而且我爹说他已经逃离重庆了 很可能逃到上海七十六号总部去 江城大对裂缝计划知道多少 这个说不好 他叛逃前绑架了我爹的秘书 不知道获取了多少信息 而且他身为主管情报的处长 熟知我们的密码 所以在新密码来之前 我们必须暂停一切行动 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但是时间不等人 时间 江城大对尾烧的事情知道多少 我们还不清楚 万一他把这件事捅给了日本人 裂缝计划就废了 你先别着急 再等等吧 估计过两天 新的密码本就回到上海了 但愿吧 万里牙先生的死 我们感到十分的悲痛 他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最忠实的盟友 是啊 江某对万先生也十分敬美 江先生 此次投诚而来 不知可否带来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军统的密码本 我想 江先生的身份 在军统已经暴露了吧 江某惭愧 所以 军统现在已经开始更换新的密码本 你带来的这个 意义不是很大呀 恐怕过不了几天 他就是废纸一样 这个江某知道 所以这次来 给您带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 请讲 江某就是为了这个情报 几乎失去了一切 我们大日本皇军 是最讲信用的 只要你贡献的情报有价值 你损失的所有一切 我们都会加倍地补偿给你 不知阁下是否听说过 山计划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们的山计划 刚一世事 军统便开始着手反击 出座 这位 刚刚收到情报 江承达果然在上海暴头 这个不寒头 果然去给日本人当狗了 可是江承达的叛逃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啊 我们已经更白了电台密码 可是行动小组并不知情 他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密码 跟我们联系 这非常危险 出座 是担心电台联络会为江承达监听 江承达是搞情报的高手 这一点他非常擅长 所以命令你 写的新的密码版赶步上海 设法联系上李正白 之后留在上海 全力配合联锋结婚 是 这是李正白他们 现在所在的围职 这是老毛生前制定的备用计划 地址 只有我和老毛知道 江承达并没有看到 卑职记住 这门啊 成败与否 全靠你了 出座放心 卑职一定完成这 这么说 杀害滕景军的 就是那个李正白了 正是 那李正白 和他的秘密小组 现在在什么地方 据我推断 他们很有可能 已经到了上海周边 什么 那我现在就去布置 全程戒严 等一下 阁下少安勿躁 对付裂风行动小组 不需要这样 好 江先生 真是深谋远虑 从现在开始 你正式加入七十六号 我代表大日本皇军 正式委任你 接替万里牙的职务 全力截杀裂风行动组 务必将李正白等人 一网打尽 拜托了 是 卑职定会 不惜一切代价 完成任务 我这就去拜托一下 在上海经理正白的人 断了他的去路 给我搜 好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不管牺牲多少人 一定要诛杀江城达 我知道他在上海 他就是在东京 出间计划也够完成 我最多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如果见不到江城达的尸首 我就枪毙你们 你不认识 我就知道 许子川这个老狐狸 会跟我来这手 知道ığın珍 你就要把谔光 清楚 Bova 我你在在这个手上 什么意思 等我 你 Candice 相信我 我不认识的 你这是条款 没有借的 我请贬乱 怎么能扶持 我认识在一个人 站住 都规定 esqu embryon 你一个系统的本部 江承达呢 属于情报部门 我和青瑶属于行动部门 所以真不熟 这个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什么印象 好像看起来挺忠厚的 那就是一个 面似忠厚 实则奸诈的老狐狸 说得一点都没错 我也真没想到 原来是他 不知道有没有小狐狸 跟他暗中攻击 现在事情还没查清楚 到底有没有小狐狸 我也不知道 希望没有 没水了 我去给你续一点 谢谢 派去上海联络李正白的人 都遭到了江承达的毒手 派去暗杀他的人 够了 一群废物 是 江承达的盘便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 不要跟我说这些 须做震怒之急呀 须自传 这次我们要是失败了 就不知是 你我两顶雾纱帽 被摘掉那么简单哪 自传明白 明白 苏队长和列峰行动组 联系上了吗 按照时间推算 苏队长现在已经抵达上海了 我到过了 会儿 替我 接上海联络 我看 我看 他没收到 我看 我看 他 trades hits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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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人啊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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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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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见了 走 卑职无能 把人跟丢了 卑职甘愿接受责罚 没关系 反正还有其他人在跟着 下次注意 出座 一船帷幄 卑职佩服 你们马上替我去办一件事 去报馆 刊登一则寻人启事 我跟你说 到了城路 千万不能有事 还有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我们进城打探一下消息 我们主要是执行任务 去吧 你好好干活啊 陪小娃 陪小娃 小心你去 我替你干活啊 二林哥 你不跟严打哥他们进城啊 那有什么去的 跟汉口差不多 那可不一样 我听我师哥说了 搭上海可漂亮了 你师哥去过 没有 他也是听说的 那不接了吗 小阳姑娘 嗯 要不我带你去天山大舞台看看 行啊 啥时候 现在 不行 李大哥说了 不让咱们下留的 那咱就当裂缝行动计划完成了 嗯 行 这都几天了 密码本怎么还没送来 我估计江城打早就算好有这招 他不会让郡董轻轻松松地把密码本送来的 这新的密码本不到 我们就没办法跟重庆联系 怎么办啊 鸡肉有什么用 我陪你干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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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大上还好啊 哎呀 热闹吧 哎呀 早听人家说这儿不错 这么一看还还还还还还真好 好好好 你看看这个就是跟我走 哎哎哎 小心 你这娘呢 开车不眨眼睛 哎 哎 在这儿啊 走路得长眼睛 哎 哎 哎 这大上还好啊 就是跟日本人占领了 这次娘的小鬼话 就是不要脸 占我们的家 我告诉你 早晚有一天把他们的堕食动鸡 扔在乡里边喂王吧 走走走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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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简直是胡扯 现在的报纸 都是在拍日本人马屁 马队长 我出去走走 晓晓姑娘 来 多吃下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木耳 还有肉 谢谢二位 多吃点 你也多吃点 好 静悠 猪队有消息吗 暂时还没有 周白 咱也不能这样一直干挡着 目前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咱们货都运到这儿了 就把超票都 画了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画了不就完了 不行 计划在我的脑子里 还需要更多的人手 光靠我们几个肯定不够 计划 具体什么计划 现在 暂时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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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 开门 苏组长 是你 快 终于找到你们了 怎么这么久 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我刚到上海 就被江上达的人给盯上了 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他们甩开 现在没有尾巴了吧 没有了 全甩掉了 新密码带来了吗 带来了 进屋说 就新的密码本 说好了 太好了 新的密码本到了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 等等 清瑶 你能不能先回遇一下 我跟湛文雄有其话要说 你有什么事还得瞒着我说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那你们聊 我出去了 李正白 你和清瑶的事情 我跟你聊的 不是清瑶的事 你 毛子 你说他们俩在屋里聊什么呢 聊下一步怎么行动呗 我看八成不是 聊他呢 小婉姑娘 小婉姑娘 你起来起来起来 小婉姑娘 你起来起来起来 小婉 怎么了 你别动 你别动 小婉姑娘 你 小婉姑娘 我跟小婉姑娘也好得在院里见她 等我来了以后 我愈看听小婉姑娘躺在地上 一头孤独 娘的 是哪个混蛋干的 我的老天爷呀 一睁眼睽睽睽 我好不容易有个媳妇 还没去关门来就死了 我都没有杀那么苦啊 会不会是七十六号的人干的 应该不会 如果是他们的话 为什么不杀别人 再少小婉一个呢 那会不会是小婉的仇人 小婉姑娘人那么好 她怎么会有仇人 不是外人干的 不是外人 这么说是自己了 是谁干的 是谁干的 周虎 你们是谁干的啊你们 干的 谁干的你们 兄弟 你放开我 我冷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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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样 你冷静一样 兄弟 一定会找我们救手 你报仇的 你放开我 你冷静一样 兄弟 听话 听话 你冷静一样 这会不会是 谁意图不归 让小婉碰见了 所以杀人灭款 叫我 注文 前哭 那这 你aga 实际上 什么传言 美国 咱们 你们 展示 你 现在 像 维俐 谁 你 他 这 你看我干什么 你看我干什么 你先看到我 所有人都看了 为什么你反正 你什么意思 好了 这件事情一定会查得 水落石出的 坐下 老子 先把人来了 老子 我跟你一起去 坐 是我催老大 也不能理解 没有 没有 没有病院产疫电报 来 我白兄弟 你到底说说了 是你跟王八告子干的 二林 你先别着急 刚才我就想了想 凶手一定是我们里面的人 具体是谁 我心里已经差不多知道了 你怀疑那个人是谁 这个人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他利用职务之变 精心伪装 潜入到我们当中来 再后来 他三番四次地跟他的主子联系 通风报信 让我们的任务陷入了危险 这个人最后 还因为怕他的主子暴露 把万里牙给灭口了 其实我很怀疑啊 为什么他要杀掉万里牙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万里牙的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 陈正芳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但你不认识 陈正芳 你别跟我开玩笑 他没跟你开玩笑 乱动打抱你头 别装了 你来给日本人卖命 李正白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承认我们之间是有个误会 可自从我录了你们谎之后 每件事情都是我冲在前面 跟你们是一起卖命 一起出生入死 你凭什么说我是日本人的人 就别在那演戏了 亏我们把你当兄弟 当战友 我告诉你 怀疑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你刚刚进入裂缝行动组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的行为极其诡异 在秀州的时候 你跟你的那个同学金义勇 根本就是串通好的 如果不是我们发现的糟 我们全都死在那儿了 你根本就不是严正芳 笑容 你不是严正芳 我是谁 你根本就是日本特高科的特务 大娘的浪漫本天是你 你不是严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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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是严正芳杀的小瓦 不是他杀的 那他有同乡干什么 我幸亏没把计划告诉他 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计 正芳兄 怎么出事呢 还得麻烦你去一趟江边 好 好 我该有今天 亏了小婉姑娘 整天的喊严大哥长 严大哥短 他怎么能下得去手 我当初他非要入祸 还想过假设的说要帮咱们 其实他大根的就没别什么好皮 娘他 把他扔进江里被鱼 真是便宜他了 这事是我不好 我大意了 我对不起小婉 张白兄弟 这事跟你没关系 是小婉姑娘民苦啊 现在严正芳已经除掉了 张白兄 下一步什么打算 我觉得计划可以开始吧 张白兄 麻烦你去通知接应的人手 三天以后 我们在南码头的六号仓库集合 好 我即个就去 这一天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精神 还有你 哪儿都别去 清昂 你今天跟我去城里侦查一下 马队长 马队长 今天辛苦一下 跟我去趟码头吧 好啊 张白兄弟 张白兄弟 那个 还是让我跟马兄弟一块儿去吧 你这一路上够辛苦的 这怎么什么事你都能听见啊 这不是与你好吗 不许搞事 好嘞好嘞好嘞 看着他 不许搞事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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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能听死吧 做个大声吗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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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嘞好嘞好嘞哦 哞咱嘞好嘞哦 台声喂 以前攒钱是为了娶媳妇 小娃姑娘没了 留着钱也没啥用了 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读一把 说得也是 王兄 这事你可千万不能告诉程白兄弟啊 放心吧 我谁也不说 等一会儿我来找你 这让你 麻烦你把这个登上帮子 是 张白兄 参与实施计划的人我都联系好了 他们明天都会过去的 好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 还有什么事 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内鬼没有解决 还有一个内鬼 没错 而且这个内鬼隐藏得极深 马队长 你和碧月兰都是苏州人吗 我和她不太熟 不太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在重庆三番四次出现的黑人 应该就是你 在青城郊外不断地找木箱子的人 应该也是你 守着这么多兄弟在 你的所多所为还需要我说吗 是 正白兄 我知道以前我对你多有得罪 但你也不能这么血苦喷人吧 陆小姐 你不觉得太可笑了吗 正白 这是怎么回事 马队长他怎么可能是 我当然不会乱说了 一路上我们历经了千辛万苦 差点把命都打进去 有好几次 就是马队长你 跟敌人通风报信的 如果真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向军统告发我 你以为我留着你还有用 告诉你 留着你身为利用我们 勾出幕后的黑手 为笑话 我有什么幕后黑手 我知道你不可能这么容易承认 所以我们一起演会出好戏给你看 我们的想到现在还不能开始 为什么不能行动 我们族里还有一个内鬼 你有什么证据怀疑马队长 所有人都让你钱别急动 我怀疑他自有我的理由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敢配合我 我可以利用马与飞 勾出江城大 将他们一举见面 那你有把握吗 有 但我需要一个人去冒险 江百兄 就算是你怀疑我 可你也没有证据证明 我就是内鬼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马队长 马队长 还想叫你 我没想到你游泳还真行啊 技术不错吧 还可以还可以 你会游泳吗 会啊 怎么 要是把你抓紧麻袋 脸上再扔江 能游上来吗 郑伯 你什么意思啊 没得说呀 我保证没问题 你可想好了 到时候严重方便 就在你手上了 你就放心吧 我敢打保票 不过 不知道麻子会不会演砸了 我肯定没问题 我是担心小婉姑娘会有问题的 正白大哥 我能行吗 放心吧 到时候麻子和阿尔林 都会配合你的 行 听你的 我帮她绑紧点 你早该有今天 好 好 严正邦 你没死 对 我还活着 很意外吧 正白兄 你搞错了 严正邦她是内鬼 内鬼不可能是她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很简单 我要是内鬼的话 在路上有无数次机会 可以把箱子拿走 何必要等到今天呢 不得我 你不得我 再来 你不得他 叶子 至绝 衣裙 我 你不得我 不得我 我是吧 人生 爱 你不得我 光影似幻影 在腹里又摆不停息 爱空空无凭 可我拿什么给你证明 像根活在土里 我在黑暗里束缚明光明 爱是万千情 若不得风声 永满漫长也待甜蜜 风天云 星星消失在云里 懂在夜丛中叹息 黑暗中我们相拥相遇 夜发白天空将笑到处夕 我们望着彼此眼睛 却梦花如成熙 望不见眼睛 眼月是风还可相信 光华成乐意 爱会风声 是绝境之后的风景 如果是你 风雨里飘泊 永远 何一 我一直不离 我一直不离 我一直不离